本期内容主要是围绕 有关于中国女排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而展开讨论的 相信不少对女排赛事运动保持着高度关注的球迷粉丝 都能够发现 尽管说第一战是联赛的四场比赛中 中国女排队伍都不负众望的胜出 不过看到第二战赛事的四肢对手实力后 都能够看出 这时必会是几场恶战 因此就免不了对此战中国女排队伍的整体表现 以及最终成绩感到担忧 通过比较两战对手的实力可以发现 几支球队的实力水平还是有较大察觉的 不过考虑到 在结束了第一战赛事中国女排队伍以四连胜守卫后 有球迷粉丝担忧猜测 这样的成绩会引来其他球队的格外关注以及针对性研究 除此之外 由于第二战的表现成绩会决定最后能否顺利参与决赛的对局 所以说这给到参赛球员们身上的压力就更加沉重了 在分析过目前中国女排的处境和实力情况后 就有不少球迷粉丝纷纷希望朱婷等人 可以早日归队 发挥出主心股的作用 与李盈盈打出最佳的配合 就中国女排队伍于水火之中 虽然说前几场比赛里 阵容上并没有出现太大问题 不过还是能够看出 对角线位置球员与李盈盈的配合 依旧是没有打出最佳状态 甚至可以说 现如今球队中存在的最大短板就是二人的配合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并不能够说明 盲云路与李盈盈的战术配合是完全没有进步的 也正是因为本次联赛朱婷的没有归队 让大家发现了所带来的惊喜 那就是本次联赛的几场赛事对局里 肉眼可见的李盈盈与王云路的配合 越发熟练默契 或许这就是为何蔡冰教练之一让 王云路与李盈盈打配合的原因了 在他看来 给予球员更多的发展参赛机会 的确是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成果 对于球迷粉色而言 亦是如此 后续的赛事里 继续给予王云路更多表现的机会后 其表现与配合一定会再次突破 对此 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吧